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3号星期六 我记得前两个月跟一个小伙伴聊天 聊天的时候就谈到了中美的情况 我说中国现在在通缩 美国在通胀 实际上就是中美脱钩导致的 我觉得当然最好的就是双方合作 双方合作的话 美国的通胀也下去了 中国的通缩也解决了 两个天都解决 小伙伴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彻底看习近平懂不懂事了 看习近平什么意思 看习近平什么时候能屈服 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习近平 我说你必须明白一件事 就是习近平他明年不需要选举 知道吗 拜登明年需要选举 这是一个就是说 反正这个情况就是说看看 你也可以说看看拜登懂事不懂事 看看拜登屈服不屈服 或者说看习近平懂事不懂事 看看习近平屈服不屈服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习近平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他肯定是第三个任期 第四个任期干下去 这经济好也好 不好也好 他都是干下去 但拜登不一样 拜登明年10月份要选举了 经济如果不好的话 就是当年我记得老布什 跟克林顿选举的时候 克林顿说了一句话 他说笨蛋 这个问题在经济 这经济不好的话 就是有问题 明言后来反复的在选举的时候 被提及 就是这一点 所以美国选举的话 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拜登他本来对中国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敌视 他实际上还跟川普 跟共产党里面还不太一样 拜登刚开始参加初选的时候 他听说过 他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应该是美国的合作伙伴 但后来被骂得太惨了 骂得太惨了之后 他就开始转向 现在整个美国从上到下 就是说仇视中国反华 拜登作为一个总统来讲 他认为这个是有他的选票的 所以从名义上来讲 他是反华的 反华反共 但是从内心来讲 他其实无所谓 他作为一个老牌政客来讲 他无所谓 所以拜登从他一上任以来 我就预计 拜登最后会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名义上口头上反共 实际上就是说跟中国来合作 跟中共去合作 就是经济上依靠中国 这个选票上来通过反共 来这个反华反共 来拉这个选票 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方向 然后我认为拜登 可能就是说 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应该就能跟中国 就是说把这个关系正常化 但是后来看来 这个共和党也不放过他 从上到下 这种反华的这种情绪 特别的严重 当然拜登也没有轻易 没有办法转向 但是现在是没办法了 明年十月份就要大选了 所以拜登就说 左拖右拖 最后拖到这里 最后还是得解决 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工作组 包括成立一个经济工作组 一个金融工作组 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的举行会议 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的 加强沟通和交流 经济工作组 由中美两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及的官员的牵头 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的 和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及官员的牵头 我好像上个礼拜 王毅是不是跟沙利文 好像在维也纳谈了12个小时 是吧 是跟沙利文还是跟布林肯 反正谈吧 据说谈了12个小时 你想谈12小时 这谈了多少 反正谈得挺愉快的 谈的不一样 12分钟就结束了 我记得那时候 川普刚上来的时候 派了财政部长 财政部部长 去中国谈判 据说就谈了个5分钟 然后大家不含耳散 拿回去就扭头就走了 就撤了就 所以谈的能谈的12小时 说明谈的还是比较成功 现在成立两个经济组 而且级别都很高 你们看得出来 都是由副部级的官员来牵头 来走 这个来讲能够成立这么两个工作组 我想也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的 也就是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中美从现在开始要展开的这种合作 到底合作的范畴是什么 不知道 但是能够谈的这么好 谈的这么融洽 说明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上 会有很多的这种合作 我想 当然说12个小时 据传说王毅和他们 维尼尔谈这12小时 也谈到了台湾问题 台湾大选的问题 当然就除了经济之外 老共还有老共的这种想法 但不管怎么着 我觉得美国这么做 拜登就是为了明年的连任 明年连任他现在需要中国 在经济上来讲 需要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手里的牌打得差不多 子弹也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通货膨胀 现在看来抑制不住 所以很多方面需要中国来帮助 最起码把物价要抑制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说所谓的这种 就是说制裁中国一些芯片法案什么的 现在看起来背后都有一些后门 其实你去查一下 你会发现 它的背后留了很多的后门 导致有很多问题 以至于为什么在华为芯片这方面 有点按不住的 有人就怀疑这里边有后门存在 但能够有后门存在的话 当然一个老共会挖墙角 当然美方也留了一些东西在 所以这个有很多问题 但不管怎么着 我觉得对于中美的经济来讲是个好事 其他的咱现在不谈 中美商在合作 美国的通胀能有所抑制 中国的通胀有所改变 而且现在看起来 8月份中国的经济数字 全面就是说向上 整个就开始翻上来了 而且现在据说9月份恐怕更好 10月份因为面临国庆 估计又是几亿人出游 11月又是什么双十一购物节等等的 我估计下半年再加上各种节日 中国有三年都没怎么好好过了 后半年有好多节是三年都没怎么过了 后半年可能大家都是按耐不住 激动的心情也要好好过个节 过个年 如果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中国后半年的经济 可能是一个整个要挑起来一块 所以我觉得拜登基本上也就算放弃了 他该用的还得用 没有办法 因为明年毕竟要选举反共反华 虽然是一个美国现在从上到下的一个共识 但是经济不好的话 对选举的伤害其实更大 其实很多的老百姓一般在投票的时候 对这种国外的这种政策 对外的这种政策来讲 也关心但是不那么关心 美国老百姓最重要的 还是关心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收入 自己的经济情况 所以我看这个意思 看来拜登到最后一年终于还是 但是你说从名义上 从口头上 就是说认从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名义上 口头上认从的话 共产党不会犯过他 而且就是说 美国现在整个这种反华反共的这个范围来讲 这件事情也不利 所以他就是说两头都要占 一个口头上 名义上还要反华反共 但是私底下 还必须要跟共产党去进行一个合作 基本上我还想就是明年选举之前 中美的这么一个态势 就是说闹都是名义上的 私下里是在苟河的 好吧 那这期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